中医提倡冬季必藏进补 而五谷为养正是进补的基础 那么五谷到底指什么 对人体有什么好处又有哪些作用呢 本期四季养生堂堂主徐文斌就来讲讲五谷为养的门道 神农市长白草除了发现药物的性味归精以外 更重要的是就是发现了可以长期食用安全无毒的植物 这些植物根据地域的不同而有差异 我们犯称为五谷 其中包括树脉倒数树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五谷之首就是树 它的种子叫做谷 剥去外壳以后就是我们吃的小米 中医认为小米胃肝性温 把小米作为补益后天之气 也就是补益脾胃的食疗首选 在《伤寒论》的第一个方子桂枝汤的方后柱里面 古人叮嘱说在外感风寒服用桂枝汤以后 一定要搓热锡粥一生鱼以注要力 说的就是用小米锡粥帮助桂枝汤发挥功用 一般来讲人在大病出狱之后没有食欲或者刚刚恢复食欲 这时候人最想吃的往往不是荤腥 而是小米粥就咸菜 因为小米最容易被人消化和吸收 尤其适合那些脾胃功能虚弱的人 小米养人其中有多少头头道道 做粥做饭怎么吃才能对正食疗 不要走开 徐堂主接下来将为您细数小米的养生之道 小米的做法有西粥 绸粥和干饭的区别 因为做法的不同 它的食疗作用也不大相同 水多米少 吸汤寡水的西粥 有非常好的健脾除湿利尿的功效 适合那些水肿 腐胀 尿路结石 前列腺肥大等尿臂症的患者 但如果是糖尿病 移尿 尿贫的患者 就最好不要这么吃 因为小米补脾 根据中医五行深刻的关系 补益脾胃的药物和食物 都会削弱肾的功能 那么这些病人该怎么吃小米 只要在小米粥里面 加一些补肾的食物或者药物繁琐 比如加入芡食 核桃仁 松子等等 就能达到性粒除臂的目的 小米稠粥 特别是服在小米粥上的那一层米筋 对人的胃粘膜 有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它补益脾胃的效果也是最好的 所以对于那些进食挑剔 稍微愈冷愈热就胃不舒服 不能吃辛酸苦辣等刺激性食物的胃病患者来说 这是最好的滋补食品 而小米干饭具有帮助产妇自身去血的恢复 和哺乳下奶的功能 我们一般建议用长时间熬炖出来的牛肉汤 拌在小米干饭里面食用 这样符合中医五谷为养五序为异的理论 如果青春期的女孩子身材发育不良 甚至出现月经迟迟不来的情况 中医认为是属于充脉和热脉的气血不足 如果能在21岁之前选择小米为主食 再加上热性的肌肉和辅助温热通筋的中药 就能够取到很好的治疗效果 除了做法 新米和沉米的食疗作用也有所不同 当年新下来的小米滋补效果最好 火力最壮 而放置多年俗称为的沉苍米 由于自然氧化和风化的原因 其滋补效果和口感就差了一些 但是中医正好利用沉苍米的特点 用来治疗那些营养过度过剩的病人 或者是那些消化吸收功能特别弱的人 这是因为沉苍米的热性和能量不足 反倒适合那些脾胃极度虚弱的人服食 特别是那些经过大土大下大汗以后的人 他们脱水伤阴比较严重 用沉苍米煎汤慢慢治疗 效果最好 关于小米呢我们就说到这里 下期呢我们接着讲五谷 再见